一户人人送来单架 一旁的妇人坐在棋楼椅子上 神情紧张 不断用布压着手上的伤口 坐在一旁滑手机的路人 看了觉得不对劲 连忙换位子 没过多久 另一个满身刺青 半身赤裸的男子走了出来 双手和裤子都还有大片血迹 看了触目惊心 原来受伤的两人是一对母子 看人的胸弦竟然是爸爸 听到吵杂声哪有摔东西 家人吵架拿刀护砍 原来是嫌声音太吵 4号晚间11点多 儿子和妈妈大声聊天 吵到正在睡觉的父亲 两人爆发口角 儿子拿起两把水果刀 丢向父亲 结果反被父亲捡起来 作为回击武器 母亲为了阻止加入战局 三人都挂彩 包括了手部及眼睛 都被刀划伤流血 破口大妈这样子 大家就说有听到摔东西的声音 他们有个妹妹一直在尖叫 拿刀护砍的这家人 客厅物品散落一地 凶刀就丢在地板上 现场血迹斑斑 从家里到邻居门口 再到楼梯 负责两人被带到派出所 做笔录 却是互相指责对方的不是 短时间内亲情 恐怕难以修补 记者综合报道 负责 借 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